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网络及机上河侵权 造成饮食业每年损失超过500亿 警政署扩大溯源 扫荡飞访机上河及窃训机房 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 未来将持续查契 遏止清权歪风 警政署长黄明昭 智慧财产局长廖成威 AIT经济官乐美龙 以及日本CODA内容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与台湾饮食相关产业协会代表 手持雷射枪 宣示吸手打击盗版机上河 及非法饮饮串流的决心 为遏止清权歪风 警政署扩大溯源扫荡非法机上河 及窃训机房 统计近三年 查棄非法清权案件 共计9,679件 11,849人 清权金额超过新台币 1,354亿余元 其中查获非法饮饮串流案件 19件 57人 在侦办这些造材案件 除了传统的一个侦查手法以外 当然要融入到科技领域的一个执法 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打击面 所以这个我们也指示刑事局 针对这个打击制裁方面 要结合的科技人才 包括我们的电针大队 还有保二的专责制裁大队 还有行政局的各外勤大队里面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人才 来投入 才有办法面更广 而且更能领会到这个知通流犯罪的这个意涵 来加以追查 那在警政署推动这项的一个工作 总共在近两年半期间 达到的查获的件数将近一万件 人 违法的人也达到将近一万两千多人 那清钱的案的财损大概有1354亿之多 那其中最近所查获的极起的一个案例中 也不乏非法影音的一个串流这项的一个盗版 那总共有19件57人 在刑事局电针大队及保二刑大查获的事件机上盒案件中 还破获国内手中无实体机上盒 纯粹以APP软体观看到版影音的侵权形态 并首度查气到新品牌盗版机上盒侵权案件 今年刚刚的案例介绍里面 也查到了事件的一个机上盒的一个这种案件 其中熊爱影视APP 就是手中查获到无实体的机上盒 规划方向是到刑事局组织编制到刑事局来 那当然更能结合刑事局的科技犯罪的打击面 面会更广而且队伍会更强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查气 从源头扫荡非法机上盒及窃讯机房 同时呼吁民众不要使用非法机上盒 观看未经合法授权的饮食内容 并提醒民众盛防非法机上盒设备 及APP接上国内宽屏网路 恐将沦为个人治安漏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金奖制作人柯志豪 今年以同更生乐团的边缘转身术专辑 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的殊荣 特别在台北侠海城隍庙 举办还愿仪式与开光大典 乐团也期许有机会能够替侠海城隍庙服务 为城隍爷谱写主题曲 金奖制作人柯志豪 带着金曲奖讲座向陈皇爷禀报好成绩 并以双手捧着田都元帅神像 依照传统步骤进行开光大典 从小在大道成长大的柯志豪 这回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殊荣 便决定自证田都元帅 与西勤王爷给台北沙海城隍庙 希望保佑相关从业人员 无论音乐或剧场都能拥有丰沛的创作能量 今年算成绩不错啦 所以说我住在附近嘛 跟这个廟关系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说今年要跟他打赏啦 应该这样 主要是田都元帅和西勤王爷 主要是四省 所以我们艺人工作的朋友都可以拜 可以让他照顾 一般的廟比较少 可以看到这两个尊神 所以说把他打赏 看我做到给大家照顾 因为我们台湾人 其实对这些传统的声音 我们都有学生 人们在拜拜 觉得很差 那些我们生活中都会听起来 我小时候也是同样的 而是比较大时开始做音乐的工作 这就是说 原来我以前听到是这个 是这个白 还是是怎样的音乐 这把妈妈把它练起来 还原仪式还请到 唐美云歌仔戏团创办人唐美云 布袋戏人间国宝 陈锡黄大师等多位嘉宾到场观礼 台北沙海城隍庙管理人陈文文表示 大稻城是著名的戏窟 如今有两尊戏神加入 就像是陈皇爷开立新的部门 新的团队 让更多人来这里寻求心灵寄托 其实大稻城的比较靠近 这个台北桥那边叫戏骨 然后这边南街这边 就我们狭海城旁边 刚好又有一个戏院 那以前的熊乐座什么座都 连现在我们的那个酒楼 还有一个剧团如果要来表演 歌仔戏布袋戏都很OK 所以那个戏对于这个大稻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 我们刚好有老的神 但是很斑驳了我们就把它修复 我们用最好最好的传统记忆 还得奖的新北市的 结果就特别为这两尊修 修的跟新的一样 但是又有古老的味道存在 所以今天的这两尊神就给他办了一个开光典演 为了感谢城隍爷保佑 在开光大典最后 同根生乐团还在庙前演唱招牌作品 八宝公主 乐团也许愿有机会能替沙海城隍庙服务 为城隍老爷谱写主题曲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中正区文北里里长余秀卿 在中秋节前夕号召爱心团体捐赠爱心月饼 给里上的独居长者落势长辈 让他们走出户外感受佳节气氛 不敢说 如果像 还有谁 没有 谢谢 好 这样就可以 有有有 谢谢 道谢生此起彼落 长辈们领到月饼 感激之情 易于言表 台北市中正区文北里 陈于秀卿离长 在中秋节前夕 和传神关怀传播协会合作 提供月饼给独居长者 弱势长辈 今天我快要九十岁能够到这里来很高兴 我觉得独居老人平常一个人在家都很寂寞 因为这个时代子女都很忙 在这个中秋的季节 然后里长送月饼 然后老人相聚 觉得很温馨 里长对我们也非常照顾 我们都非常感激他 他不但服务态度良好 而且也替我们里里面做了很多事情 是优秀的里长 就是我们传神居家照顾协会 他普通时候都跟我们里办公处 都互动都很好 有什么节庆 还是什么 都是大家都会 我们会一起办活动 这一次是给那个独居 还是弱势家庭 有需要的请他们来拿个月饼 吃个平安 大家就是过个愉快的中秋节 我们传神居家照顾协会 在做老人这一块工作 已经二十五年了 那我们的执行长 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老人家 所以不管每年的三个节日 或者圣诞节 或者是过年 我们都会举办一些 园用会也好 送礼物也好 这个心态 那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老人家呢 他觉得我们的老人 会越来越多 然后现在的老人家 活的年龄越来越长 那如果家里头 儿女没有办法陪伴的时候 他们会很孤单 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如果家人 没有办法陪伴的时候呢 他心中的那种 那种无助啊 或者是感伤啊 可是我们就借着 这样的节气 我们愿意把这些爱 来分享给大家 不只是送送礼物而已 我们针对的独居老人啊 低收入富的 中低收入富的 或者是单亲家庭啊 这些我们都在过节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活动 让他们来参与 适逢中秋节 里长期盼家节团聚时刻 也让长辈们来礼办公处相聚 走出户外感受家节氛围 同时感受社会关怀的温暖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了避免停电时 路口的红绿灯 无法正常运作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从108年起 就陆续建制 耗制不断电系统 累积到今年8月 总共有395处的 路口建制完成 维持路口行驶秩序 及效率 遇到停电时 若影响耗制路口的红绿灯 恐怕造成交通混乱 需要派遣许多人力 去现场交通管制 为了避免这样的清新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108年起 陆续建制 耗制不断电系统 累积到今年8月 共有395处路口建制完成 停电的时候 确实这个蛮大的效果 所以交通处这边才陆续放 你看看有在取 那个第四页 就是它从108年 5这处 一直增加 现在那边395处 确实有它的一个效果 而且停电 而且未来我们看到这个电的部分 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能够 那个重要的路口啊 或是能有的重要行人的 行人通行的部分 希望能够能够装设这个UPS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今年9月中 是有发生一个 螺丝浮路有6处路口 大概发生凌晨12点多的时候 发生停电 大概半小时的情形 那停电的时候呢 我们就透过 LINE有收到 又驻入口的讯息说 已经停电了 那改为由 耗置UPS来供电 那这个期间 耗置是都可以正常运作 那如果我们没有装设这些耗置UPS的话 我们如果要维持路口的正常运作 大概要先派6到12名远景 先到现场去指挥交通 那我们交通处再派2名维修人员 又才发电机到现场 那一一的去装设发电机之后才能让它 入口可以正常运作 那这时间大概从我们交通处出发 到现场一一安装 大概会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因为我们有装设耗置UPS 就可以让路口正常运作 然后维持 路口的交通安全 好下一页 那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建置耗置UPS 那其实是过去几年就是偶尔有一些不同大小规模的停电发生 包含106年8月有1110年5月1111年3月都有发生全台大停电的情形 那1111年的11月也有发生大同区的大停电情形 那过去这些不同的停电其实都会造成耗置运作的中断 那在车流量大的路口会让路口的效率变差 那同时也会产生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交通处就检讨设置耗置不断电系统 那我们从108年到112年 已经建置了395处的耗置的UPS 那主要是建置在28条的紧急救援路线上 那包含从108年建置了50处 那到111年累计建置115处 到今年累计建置了395处 那下面这三个图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耗置UPS 建置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情形 那整个耗置UPS系统 那我们本来原本是由台电的试电 供电给我们的耗置控制器去运作 那我们增设耗置的UPS 就是会从台电正常供电的时候 会让耗置UPS去充电 那如果台电停电的时候 会改由耗置UPS供电给我们的耗置控制器来运作 那同时我们也会透过无线传输 把一些数据传输到我们的后端的监控平台 来做整个监控 那我们过去的耗置UPS1.0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我们停电的时候是可以即时切换成UPS供电 那可以让耗置不打烊 那第二个我们都有透过监控平台来即时监控 每一个UPS的启动以及电量 那像我们这个就是监控平台的画面 那我们是透过地图式的监控 这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我们有装耗置UPS的入口 那如果是正常台电供电的时候 它会是蓝色显示 那如果台电停电的改由UPS供电 它会变成是绿色的显示 那如果现场的电量已经比较少 低于50%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红色的显示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整个地图式的监控 来看整个入口的一些状况 那个别点进去也可以看 个别入口的电量、电压等一些相关讯息 那我们也透过通讯的软体来即时通知 就是UPS的一个运作的状况 那今年我们2012年建置了一些UPS2.0 有新增的一些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更换电池来延长服务时间 那更换电池的时候是采用热插靶的方式 就是我们里面是有两颗电池 那在更换电池的时候 一颗电池还可以继续供电 那我们把其中一颗拔出来更换电池 这中间过程耗置都可以继续运作 是不会有中断的情形的 112年截至目前为止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徒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 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北艺术文化活动盛世白昼之夜 将在10月7号晚上到隔天清晨 于国父纪念馆台北市议会与台北市政府 三大广场与周边场域展开 以充满积极能量的奇异把作为主题 邀请民众享受整晚的自由与奔放 用艺术行动占领台北市政府与市议会 国父纪念馆 茂市长成为一页市长宣布就任 原来这是台北艺术文化活动 百昼之夜的宣传 今年活动10月7号晚上6点 将在三大场馆与周边场域展开 让艺术与各种议题碰撞激荡 因为起义吧 但一个是代表整个这个白昼之夜 它的一个自由的思想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起来到新医区 那大家知道市政府跟市议会就在新医区 所以我们这次也为了要打破这种所谓的 威权以及强调自由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市政府 包括一楼的大厅 包括市政府的这个市长室呢 都会有猫市长来做相关的直播 那民众可以在一楼里面 就可以来参加各种的活动 还有包括市议会的议场 也变成一个剧场的演出 那当然就除了如此之外啦 就很多的国际艺术家 在10月7号的晚上6点 到隔天早上6点 都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 很多的艺术相关的展演 所以要麻烦大家呢 可以在这段时间 去年是40万人 今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众 一起来参加 非常棒在全球知名的 这个所谓国际的艺术饗宴 白昼之夜 就从过去到现在 以前选择的场域都比较是在 像在 像大稻城啦 或者说像在士林的这个北流 北溢的外面 但这次呢我们等于是政府 本身也参与 除了附近的场域 像松烟啊 或者说101大楼 整个市府广场之外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意义 就是政府本身参与 刚提到说 包括我们市府的这个外墙 可能都会做 让艺术家去做所有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就让政府不要那么严肃 事实上都希望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都能够让很多的艺术家 透过这样的过程中来做创作 而让大家更感受到 台北市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城市 在街头上面 我们也很多不同的演出 包括talk show等等 那最特别 其实我们这次有很多议题的响应 那这次的议题响应 包括跟加勒福的合作 我们去讲经济动物权 跟台湾猛禽研究会的合作 我们来讲这个整个都市的生态系 都希望这次在白兽职业里面 把这些大家年轻人关注的议题 大家一起重视的这些题目 透过艺术文化形式来做展现 那这边稍微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 两件国际作品 因为刚刚副市长有提到 就是小冰人的创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冰人的创作 其实他创作的媒材就是冰块 那他第一次艺术家 这位巴西的艺术家 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那他会带来用他的冰块的创作 来去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价值 那我们会在市前 邀请台北市的市民 一起在国附纪念馆有一个工作坊 我们会做3000个小冰人 我们会在9月中的时候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在白昼之夜当天就会邀请所有的市民 一起把冰块放在国附纪念馆的阶梯上面 然后用一个行动艺术的方式 让他慢慢融化 那当然最近因为天气比较热 所以其实艺术家也有说 这可能会是他在所有40几个国家里面 最快融化的一次这样子 好另外就是刚刚讲到JR 那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街头艺术家 那他这一次在台北 我们会以Fone Free为题 就是以自由为题 因为刚好今年是世界联合国人权宣言75周年 我们想要讲台湾的自由多元 那我们会通过一个这样的摄影行动 在全台北总共会有6个地点 跟2000位市民 邀请2000个市民一起进行拍照的一个行动 白昼之夜今年以起一把作为策展主题 集结25件跨媒财艺术装置作品 35唱演出节目 总计近100组艺术家集团队参与放电整晚 我们邀请了13组艺术家 然后打造一个只存在一个晚上的艺术聚落 那围绕着这个国父纪念晚的翠湖周边 那艺术家们他们带来行动装置 然后担任的艺术演出 还有各种实验性的音乐表演 我们希望在这一个晚上打造一个平等交换的概念 那每一个人来到这边都可以带着一个探索未知的心情 然后进行一场游户计划 那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全球关注的艺术家 Dibi Klaza 然后Creepy Mouse还有Black 那在20米的高空为我们创作30米的居服作品 以24小时的创作 然后快闪呈现12个小时 是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来呈现街头艺术的力量 那么街头艺术呢 在市政府上面做创作是世界创举 那当然一种文化呢 被翻转就是最珍贵的自由 那我们谢谢白州之夜 谢谢总策展 然后谢谢台北市 而延伸这个概念呢 我们批示了在以在夜晚发声来呼应这个企划 我们的户外演出集中在仁爱陆及市民广场 而在室内的部分呢 则有台北市市议会的议事厅及市长的办公室 这次白州呢 比起以往邀请现场 现成的节目参与这种方式了 我们这次策展呢 跟上是一个晚上的现地创作 表演者以角色走入夜晚 在夜晚发声 马戏系列演出 此次和星河有限公司合作 主题是以身体丈量空间 以颠倒的身体回应颠倒的日夜 舞蹈则以扮装作为宣言 以竞赛和互动回应群众 戏剧与演唱系列节目 以天使与神奇发想 讨论都会议题 在众多演出中 更以开箱市议会作为最大的亮点 演出将引领观众走入市议会议师厅 以特技 戏剧 音乐 重新定义市议会之场域意义 公司政厅呢 它就是一个长达六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喜剧演出 然后是一种搞笑式的我们要占领 那个市府广场这个市府路 那其实喜剧这个东西呢 本来就是一个最温和 最迷你型的一个革命 然后也是一个最讨喜的一种 最搞笑的一种战力 那在这个六个小时里面的活动呢 我们会有超过50位的喜剧演员参与 那几乎是像是一个台湾喜剧界的 一个胡适托演唱会的形式了 那我希望它会是一个搞笑精彩 有点胡闹的东西 那也许因为是个Wustark 所以它会有一定量的混乱在里面 希望越少越好 欢乐多一点 然后总之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 用搞笑来占领这个市府路 法国街头影像艺术家JR发起的创作 将邀请上千位台北市民 拍下巨大的人像照片 张贴在台北各大地标建筑物上 表现台北的自由与多元 这个夜晚不仅让市民狂欢 也同时留下深刻印象与收获 白酒职业起因吧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暑假结束台北市教育局在民族国小举办 我这样玩了一个暑假 台北市自主学习2.0成果发表会 其中喜爱木工的五年级赖同学分享制作超过三米大的暴龙标本 六年级颜同学在日本拿下了2023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卡牌游戏 海童组的冠军 教育局长汤志明更展露一首魔术表演 让小朋友们近乎连连 民族国小二年级刘同学对人型机器人感到兴趣 在家人陪同鼓励下学习组装机器人 并写程式语言 他操作的机器人不但会走路跳舞翻跟斗 还会拔背非常吸睛 对木工很有兴趣的五年级赖同学 因为喜爱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暴龙 突发奇想以木工制作出超过三百公分长的大型标本 画设计图 测量 锯木头 钉钉子都难不倒他 这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肋骨 还有前爪 这是最大的肋骨 然后这是最小的 然后这些是我刚开始做的一些东西 六年级颜同学则是对宝可梦卡 卡牌专严出兴趣 在家人朋友支持下努力练习对战经验 暑假在日本拿下2023宝可梦世界锦标赛 卡牌游戏孩童组冠军成为小小台湾之光 你这样玩到拿到四季冠军之类的话 为什么你这样玩到四季冠军之类的话 其实我才玩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 如果按比较 那你拿四季冠军之后会不会有什么 我希望我以后的表现都可以比较稳定 现场教育局长汤志明也借由魔术表演和民族国小师生们同乐 并分享自己学魔术的历程 同时勉励学生持续自主学习做自己学习的主人 刚刚看到我们孩子的一些表现 不管是做巨型的暴龙 或者是说做机器人的程式 还有宝可梦得到世界冠军 会看到说当孩子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很专注 而且他会有进阶 而且这种专注今天跟他表现的时候 会让他自己原来能力跟信息的量能会提升出来 但这一部分绝对不是我们一般功课有办法做指定的 所以为什么说学习我决定它代表一种学习的动能 一种探索的过程 而且让学生的能力跟兴趣可以透过探索体验 能够让他沉淀发挥出来 这是他最有意义的事情 尤其是刚刚的成果滑表更重要 因为成果滑表可以让同学们看到他们怎么在学东西 那这样的学习历程让他自己可能对他原来在学习的选择 或者是判断上可以多更多的帮助 这个让我们孩子的学习可以因为透过更多的分享 他们可以学得更好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寒暑假的作业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 当他有空的时候他就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然后呢多一点的试探 然后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 除了学校功课之外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成果发表会中民族国小舞师团和打击乐团 也带来精彩演出 展现属讯成果 教育局除了推广国小学生寒暑假自主规划学习活动外 也将持续举办各类竞赛活动 增添学生自主学习及多元展能的机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而学习魔术超过18年的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在担任政大附中校长期间 自定以学习魔术为目标 透过上网自学 寻觅道具等方式 至今练就超过200种魔术 他认为魔术世界很有创意 可以提升专业 还能学到表演技巧 增进与他人的互动 小朋友围在阿汤哥汤志明局长周围 张大眼睛仔细盯着 却找不到任何破绽 只能发出振振惊叹 从小喜欢魔术的汤局长 因为没有资源可以购买道具 却在担任政大附中校长期间 开启了自主学习魔术的历程 还要再咬一次 这一次他是完全交叉在一起 放到这边 让他沉澱一下 弹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到吗 二三 其实学一样东西 它是有专业进阶的 像我们学这个魔术 当然也花了很多时间 像我现在每天都会 稍微手会拔弄一下玩一下 那当然学的过程是这样 因为魔术世界是一个很有创意的 我自己看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非常有趣 连我自己表演我自己都可以欣赏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可以学的一种专业的 那我自己觉得说 学魔术当然它也有很多的试探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设计魔术的时候 它的思维非常独特 因为它会设计一些巧门 是你看不见 然后这些巧门怎么让它变成魔术 然后呢 最后成为一个大家可以欣赏的效果 所以像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还要看到场景怎么样 还有现场的一些控制 情绪的控制 还有你表演的顺序 还有选择要表演的样态 那这个东西都是 透过一些练习表演的时候 我们在平场底下的学习 它就会更为道地一点 因为主要原因是 像我们平场孩子呢 有舞台表演的时候 他平常练习就会更专注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专业的提升 因为你学一样东西的时候 它里面有很多知识 像魔术它也有很多知识 那它也有很多的表演的方法 跟系统跟技巧 汤局长认为 魔术世界很有创意 学魔术不但可以提升自信 培养专注力和创造力 还可以学到表演技巧 增进与他人互动 那我自己呢 真的是完全自学 但是我的学习 其实我是跟全世界的魔术师在学习 因为我都买正版的道具 那他们有一些影片可以看 但是每一个影片看都花很久的时间 有的影片呢 一个表演的话 它可能要花一两小时 来阅读它的表演的过程 它会详细的解说 所有的里面的详细的过程 你要很仔细的了解 为什么它会做这样的表演跟设计 因为每一个表演设计都在它的原理 那我现在已经有很多 很多的模式我自己可以设计了 像我刚刚有一些模式 是我自己把它做变化设计过来的 所以不完全是原来表演的样子 那我觉得它会更顺我原来的表演的这个手感 因为表演的时候有它一个 像我们左右手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这东西都是一些过程 那最重要的是说 让我看到魔术的事情 因为我本来从小就很喜欢学魔术 可是以前坦白说没有什么钱 可以去买这些东西来学 那现在长大以后呢 刚好配合学校的设立的独立学习课程 我自己就挑战 所以我当时是一边学 然后一边就到政大副中的校庆去表演 我就用校庆去表演去挑战 所以第一年呢就表演了三十分钟 接下来我每一年校庆我都上去 我大概表演了五次 就是阿堂哥魔术秀五期 然后呢我在去年的时候 应该在进来回来当机长之前 去年我又回到政大副中 他们要我回去 因为我那时候退休了 我要回去 所以我就表演阿堂哥魔术秀六跟七 我也是表演了快八十分钟 那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这种的学习的过程 也很有价值 那我觉得就是反正自主学习 它可以让你有很多练习跟探索 这非常有趣 汤局长以自学魔术的例子 鼓励学子除了专注课业 还能透过自主学习 探索自我 培养自己的兴趣 找到人生中不同的成就与目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要协助新移民家庭 适应在台生活 同时增进亲子关系 台北市新移区公所 今年暑假 首度开办了新移民亲子体能活动 邀请新移民的家庭 大手牵小手 一起来学台拳 大获好评 在妈妈的鼓励下小朋友专注的练习T级 这是由台北市新移区公所举办的新移民亲子体能活动 今年特别选择很受国人喜爱的跆拳道作为课程 邀请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道馆上课 除了协助小朋友养成运动习惯 也增加新移民家庭亲子互动机会 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针对我们新移民朋友 来想一些促进这个亲子家庭关系的活动 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会办在我们所内 那可能就是一些室内桌上行的一些课程 那今年我们就想说 刚好适逢暑假期 那小朋友也需要放电 所以我们才初次尝试跟我们这个跆拳道这边一起来合作 那这对我们新移区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那以这次的反应看起来 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不只有小朋友 家长也下场亲自感受跆拳的魅力 直华这样的活动很棒 一方面让小朋友发泄精力 同时培养体能 亲子一起练习也让彼此关系更加紧密 很棒 就是让家长跟小朋友可以一起认识跆拳道 对然后教练他们有提供很棒的场地 我觉得很好 就是 他们练完就是很好入睡 对然后体力上面也有变比较好 那你想要成为排泄教练吗 那你要做得不错 那你这样 努力练习 努力练习 很满意 可以让增加亲子跟大人的活动 就运动啊一起增加技能啊 我觉得还不错 对 小朋友啊就回家就觉得脖子 哎 放个电然后比较好顺 是 增加体能 运动啊 让身体变得更健康 盗管教练也证实 现在有越来越多家长会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跆拳道 因为跆拳道这一项运动 大人小孩都适合 谈到这个运动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参与 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参与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谈到这个亲子活动 我觉得说可以把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结合起来 然后一起来上课因为其实现在谈到这个课程 以前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上课 然后后面现在爸爸妈妈后面觉得 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参与 哎 这样对了 现在反而现在很多是亲子是一起来上课的 新移区公所方面表示 这一次暑假亲子体能活动很获新移民好评 未来不排除继续举办 协助新移民适应在台生活 也创造属于亲子间的美好回忆 新移区新移民 活动战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亲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集中市公益七年电动机车展示中心 正式在台铁机游南站开幕 市长谢国梁指出 希望首批车辆能够在10月底交车 倡导在地公益与环保的重要 今天能够落实 我心中还是满满的感谢 满满的感动 在这边还是深深一举功 谢谢我们所有团队们 谢谢大家 公益七年电动机车张赞 赞 对啊 这边这样看起来蛮有趣的 对啊 我还是认为说让基隆 推动一个这样子的政策 我觉得对青年朋友来说是正面的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跟快乐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空间 这个展示空间打造的比我想象的质感 是一样的好 接龙市长谢国梁宣布 即日起开放符合资格的市民朋友 可以在各区公所网站下载零表 10月2号开始在申请人户籍地所属的区公所开放申请 那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第一批的车子能够在10月底左右交出来 这个青年公益电动机车专案可以减轻青年的经济负担 也将强化社会公益善的循环 实现城市环境永续发展 针对这项政策以及青年电动机车展示中心的开幕 民众都相当赞同 对这个政策出发点算不错 那你觉得说这个点是在这里 因为它是展示中心 也可以来拿一些登记表 你觉得这个点是不是很适合 可以因为通勤路过都会经过这个点 很方便的 就是火车站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 金融市推了这个政策嘛 那其实应该蛮方便询问的 因为走过去就看得到 然后车款跟怎么样之类的 我们利用这个展示中心 可以让所有符合资格 或者是关心这个电动机车计划的市民好朋友 都可以来这个展示中心 来近距离的来接触 今天由市政府跟这个 通过审查小组所选择出来的 符合合格以及安全 各方面都有兼顾到的车款 那民众可以近距离的观赏 给赏车 那我们的厂商代表 也会在现场 为所有的市民朋友 做服务跟解答 像我个人就很想 希望青年朋友 对于基隆市的独居老人 独居长辈 做深入一点的关心跟关怀 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先交车 先让青年朋友拿到车 先使用到车子 然后几个月后 两到三个月后 拿车两到三个月后左右 我们才会提出 这个对他们对于公益的需求 而到现场 共同来祝福的 包括市议员郭美秀 民政处长张约翔 社会处长杨玉鑫 以及各区的区长 跟电动机车厂商代表 对这项全国首创的公益专案 都相当认同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也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我本来很支持 谢谢 赞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这个 一个目标一个达成 那金融市政府这边 算是一个楷模了 对全国来讲 推动这个公益七年政策 算是首开先例 那除了这三十个 友善插座之外呢 我们会在 多在建二十座 一共达到五十座 这个我们在十月份 会完成这样子的工作 让市民在家充电 出外补电 都能够很方便 那最后还是 谢谢金融市政府 给Emoving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参与 这样子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最后也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身体健康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为了民众有机会 怀旧体验眷村文化 基隆眷村文化节 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展开 热闹的开场仪式 2023基隆眷村文化节 在中正路旁的 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展开 今年基北北桃 共同携手宣传眷村文化节 市长谢国良和桃园市长张善震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及台北市政府秘书长李泰鑫 共同举起海军军刀 切下四层的大蛋糕 宣布活动起跑 2023基北北桃眷村文化节 在这边正式启动 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跟内容 欢迎朋友一起过来参与 而且是各县市 北北基桃的朋友都非常欢迎 参加了两个县市就可以参加抽奖 这就代表了基北北桃 从我们去年12月25号就任以来 包括侯市长 黄安市长 还有我们山正哥 带领我们 大家一起来把我们共同的治理 在文化方面 在环保方面 在各项方面都能够很密切的合作 那么今年10月7号 我们桃源市和我们台北新北跟基隆一样 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眷村文化节 从10月7号开始 有这个国旗绕镜 也有这个民歌演唱 音乐会 戏剧表演等等等的 这个非常琳琅满目的 很多不同的文化的这些活动 我觉得一次到四个城市 把四个城市的眷村看个够 看个过云 这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以前我们对文化的做法 都把它保存下来 把它封闭起来 不要古迹被坏掉了 它尽量不要被破坏 保留它原来的样子 可那个生活你被封起来以后 它就失去了那个生气跟活力 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就是 它再把文化再回到生活 所以整个眷村的改建 当然有很多变成平地高楼那种概念 可是有很多地方是被保存下来的 所以谢谢今年我们县市长领军 在我们基隆整个市府团队 带领下我们四个县市就一起来 那今年我们建村文化节 我们预计是10月7号到10月29号举报 那它的主题叫做歌未央 我差点讲未央歌 因为我对未央歌比较熟 但是它取名叫歌未央 那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六都有 我们有所谓的演唱会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星空电影宴 然后还有各项的市集 那眷村文化散落在鸡北北桃 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这次是联合起来 半价的活动 欢迎这一阵子的期间 属于四个地方的市民朋友 跟更多外地的观光朋友 都能够来到这四个地方 来体验我们的眷村文化 我们今年在沙湾文化园区 有很多好吃好玩 这个好逛的活动 记者会现场抚会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及市议员吕美玲 还有文化局长江廷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民政处长张渊祥 另外也邀请荣民跟眷属到场参加 基隆眷村文化节规划了好玩 好吃好拍的活动之外 民众也可以参加 基北北桃四个城市的 眷村彩点集张活动 只要到访其中两个眷村场地 参加线上集张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眷村纪念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体验眷村文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2023基隆城隆文化季 城隆夜巡 在农历8月14号晚上举行 沿途分送了上千个咸光饼 副市长邱佩玲也首度来到 城隆夜巡参与服教 祈求城隆爷保佑市民平安顺利 2023基隆城隆文化季的 城隆夜巡活动 在农历8月14号晚上举行 在民政处长张约翔 跟官销处副处长郭宪平的陪同下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参与服教 巡视基隆街区 祈求保佑市民平安 城隆庙夜巡 希望这一切可以带基隆一切平安顺利 让我们基隆每一个人都天天开心 谢谢 今天晚上我们这夜巡的活动会非常盛大 也非常庄严 希望能够庇佑我们基隆 让我们副市长跟我们城隆爷 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共同的努力之效 让基隆越来越有爱越来越好 基隆城隆文化季呢 今年是206年的安座大典 那在百年来呢 绕镜从没有见断过 那8月14是我们的夜巡 8月16是我们的日巡 来自双安峡海城隆庙 台湾省城隆庙 以及中部的峰园城隆庙 以及普里城隆庙等等之类的 他们在今天跟后天 8月16一起来绕镜 那在绕镜当中呢 我们会沿路呢 发展望将近8000个显光明 让大家吃平安的 那当然我们祝福我们在基隆呢 除了绕镜巡回 这绕镜之外 能保佑我们基隆 民众能平安幸福 平安快乐 因为我曾经有来这边 然后妈妈有 爸爸来这边帮我答谢 所以就那个 然后有帮我赐一个音乐 对 谢谢哦 他刚刚有跟那个江湖这样是不是 对 他那个吃了是有什么保佑吗 好像保平安的 夜更丢 赞小悠 城隆庙的职责呢 就像我们当地的市长一样 他是我们当地的守护城 包含的区域 包含基隆市之外 到汐止 瑞芳 金山 万里等等 那范围非常辽阔 所以说呢 我们城隆也 城隆也分为阴跟阳 阴跟就是扫除今天 比如说不干净的一些 事宜之类的 那后天呢 就是增加气场 就是我们百姓 如果碰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都来求城隆也来 开市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日巡跟夜巡 是我们安座大典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欢迎大家来共享盛群 据了解 城隆夜巡主要是 扫荡关轨门后 人逗留在阳间的好兄弟 透过出巡来守护地方 保佑市民平安 今年的城隆夜巡 邀请全国各县市城隆庙 共同参与盛典 也吸引民众 观赏夜巡绕境盛事 让基隆市区的夜晚 相当热闹 记者黄日升陈淑平 基隆报道 而这一场2023 基隆城隆文化祭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隆庙 来共襄盛举 许多信众也随乡参拜 让整个基隆市区相当热闹 一起走过来 给公庙就是给大家保平安 丰元老爷城隆庙 连出巡的时候 都会通常不一样的镇头 现在有Q版的 八爷七爷掌声欢迎 哇Q版的 Q版的七爷八爷一出场 马上成为目光焦点 还有全国唯一城隆 做日式神教 也吸引民众猛拍照 这是基隆城隆文化祭的日寻开幕式 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隆庙 来共襄盛举 在艳阳下许多民众都看得目不转睛 掌声连连 非常谢谢所有的贵宾们 跟所有的民众们 来这边参加我们基隆护国城隆庙 206年的安座大典 各地的城隆庙都过来了 非常感动 因为你们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 所以待会我们沿途 也会让城隆爷们去看看 我们基隆的美食 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漂亮的海洋广场 因为国庆日 所以国旗都很漂亮 希望我们今天的日巡 真的可以做到天佑台湾 天佑中华民国 也让基隆一切人民更顺利 非常感谢我们国庆祝庙 我们两个城隆庙 都有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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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动 我们这里很幸福 邀请邀请邀请 的机会慢慢的 感谢各位 祝大家身体结果 好感谢我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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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城隆庙庙 我们的小郭总監事 非常地热忱 他不但是把基隆城隆庙 坚人的分好 同时投入 我们全国城隆庙庙的 这个 副秘书长 全国城隆庙的 我们全国城隆庙的 组组有45间 全国有45间的城隆庙 所以呢 他也非常热忱 来参与 所以今天 来参与我们基隆城隆庙庙的 这个庆典 很多的友庙来参与 在这里祝福我们今天的 大会也满成功 这一次副市长邱佩玲 参与日巡 城隆夫人神教的 服教任务 共同参与绕境 另外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议员 民政处长张约翔 官销处副处长郭宪平等贵宾 都共同参与文化祭的日巡仪式 希望保佑基隆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沿途许多民众也都索取 咸光饼 希望能够保平安 基隆的街道 也因为绕境队伍 显得热闹非凡 还有一些外国的观光客 也认为这样的体验非常特别 感受到台湾民众 对宗教的虔诚相当感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您知道吗 中秋节也是月老诞辰 基隆慈云寺 以鲜花糖果等贡品 向月下老人祝寿 现场也有不少善男性女 前来祈福 大海 国中委家哪 国中委家 好整齐啊 来到主人之家 议长童志伟探视孩子 特别来到房间和孩子们 闲话家常 小女孩书桌上笼子里 饲养宠物球球 每天陪伴她 童志伟鼓励孩子 认真念书之外 还到孩子们平常坐席的图书馆 寝室和书房 了解孩子们的需求 童志伟探视 新日送来月饼和柚子 和孩子们合影留念 但想到中秋节人团圆 孩子们却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 其中一位孩子突然认出议长 让童志伟忍不住落泪 谈话中久久不能自己 议长通知伟特别探视 考上高中的孩子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自己 而且她很棒 她跟我们约定 她每天都不用手机 她每天都是去 去跟那个客服老师 开始拼她的会考 所以她的会考考的 居然是全班第二名 所以她孩子们的潜力很强 只要我们给她一个环境 然后只要她心 最主要是她愿意 可是我想我今天来到这边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 也许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她当然很需要物资的协助 但她真正最需要的是 一个环境的关怀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我 我们如果有机会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很愿意 大家共同来协助 让我们这个环境 她有更多的关怀跟关心 然后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 我刚刚跟一个 那个有养一只小老鼠 叫球球的那个小女生 她说她来半年 她半年前来这边 她都不跟大家互动跟讲话 可是她现在很活泼大方 然后也很用功在读书 她刚刚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她在读书 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 我刚刚给她们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要勇敢的做自己的梦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未来我们有成就 有一点点小小的机会成就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要像这样子 像我们的主恩之家 回馈社会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非常感谢议长今天特别的关心 中秋节应该是合家团聚的日子 这些孩子很可惜没有家可以团聚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跟普通家庭一样 我们尽量的设计出一些活动 让他们参加 中秋月圆人团圆 议长通知委和爱心人士 一起探视失忆的孩子 送上关怀和温暖 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全成长 真情流露 让在场人为之动容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间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间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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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